欧洲国家和我国一样,都有城市和乡村,城市都大同小异,但村庄可就千差万别了。 随住社会的发展,欧洲的村庄越来越成为人们享受自然生活,安享晚年的地方,那里没有工厂没有污染,有的只是山清水秀和鸟绝花样。 在荷兰,一个叫做杨角村的村庄更能够体现这一点,成为人们的向往之地。 杨角村位于荷兰的Dewiden自然保护区内,其地势都要比周围地上很多,因此杨角村处于一片水域之中,早在13世纪,这里就迎来了第一批居民,他们是一些方济会修士,为了运输梅尼开走了水渠,后来就慢慢形成了村庄。 当地人为这个村取名为杨角,是因为人们在这里挖煤时挖出了许多杨角,经确认这些杨角属于十二世纪生活在这里的一批山羊,因为周围都是水。 历经了八百年的杨角村,一直没有修建马路,村民出门全靠划船,虽然没修路,但桥却修建了一大片,走在当地去哪儿都能看见桥。 据统计,杨角村一共有一百八十多座桥,只是为了跨越河水,这里的房子都是一栋栋独间的别墅,而且通常情况下,这些房仿佛都是单独建立在一座小岛上,与外界连接靠门外的桥梁和船。 杨角村真的很美,如果你没有来到这里,你永远也不会知道,世界上竟还藏有这样一处仙境,随便走在村子的某个角落,都是一处美丽的格林童话,闻住青草与花香入眠。 清晨被清风鸟鸣唤醒,灰狂望去一片异味眼眶的绿意,日子安逸舒缓,宛如天上人间。 这里虽是一处祥和的田园风光,却和咱们的江南有助曲同工之处,给人一种小桥流水人家般诗情画意的美感。 但如果你就此认为,杨角村也外界脱轨,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 杨角村确实是一片祥和之地,却也是有钱的精英分子们的聚集地。 因为不食人间烟火,杨角村也寸寸寸金。 所以,基本上能居住在当地,基本都是高收入的医生和律师们,他们白天出门上班,晚上回到这里享受生活。 乘坐平底木船穿梭宁密的村路,一面聆听川夫兼向导围围,细说各个房子的历史与特色。 这是体验杨角村的最好方式。 对于不受行程限制的自住旅行者而言,倒是建议多花二至三天的时间来这里度假。 其实,杨角村也是咱们国人十分热爱的一个旅游景点。 据统计,这个村庄人数只有两千六百多名, 而每年来到此处游玩的中国游客高达二十万人。